蔡英文板橋全國競爭總部外頭 最近搭上一個巨型框架 到底做什麼用 總部裡頭十幾個青年制工 忙著把小豬鋪滿 裝進透明袋子裡 原來民進黨打算把 拋出零錢的空小豬 做成裝置藝術掛在凱旋門上 小豬凱旋門 象徵我們三隻小豬的精神 會陪伴我們一直到 打贏這場選戰 那大概我們計算一下 需要300袋 所以大概需要一萬八千隻的小豬 拿出原始手繪設計圖 高達五公尺的凱旋門框架 到時候會在最上頭 擺上三隻小豬 並且在框架上 掛滿一萬八千隻小豬鋪滿 一直放到總統大選結束後 慶祝小英凱旋歸來 小豬旋風也記錄在 蔡英文沿著台十七線活動影片裡 一連四天的台十七線行腳 民進黨剪成影片放上網路 讓支持者感受現場熱情 選戰點地 明年1月14號之後 都是最美的回憶錄 參選李正道 陳菲妮 蘇玉珍 新聞是採訪報導